大家好,這也是TDWG 最近9面出了一個影片 他的相關內容是討論說 近期的Youtuber 他的流量 全世界都是 慢慢下降 關於這個我會提出一些我的看法 來給各位參考 近期9月 在台灣有非常多知名點閱率的Youtuber 都慢慢宣布停更 像是那群人 還有阿神 我一開始認為他們停更 可能是想要得到短暫的休息 之後再做出發 那因為他們停更之後也還沒有一個新的起步 所以也尚未得知這些創作者他們未來的規劃 而當9面推出這個影片的時候 他在影片內容有說 他的頻道流量有下降40%至60% 如果是一個百萬級的Youtuber流量 這樣子來講 我認為真的是下降太多了 而我也很認同 久面所說的 近幾年 長影音的平台 開始下降 短影音的平台 開始上升 那就我自己的頻道來說就好了 我從這個月開始 我從這個月開始的流量 平均值 這樣我的頻道流量部分到底是上升還是下降 這個部分呢 為了去思考過一些原因 那我想到 當然一個最大的流 就是因為疫情結束了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疫情了 大家現在能出國玩就出國玩 對不對 怎麼會落在家裡一直看Youtube影片 這樣不符合人性啊 對不對 而因為現在Youtube頻道 他也開始推所謂的短片區 也就是Shows 我自己本身的頻道是沒有在經營你Shows 那我都是以 長影片為主 或者是稱之為一般影片 因為一般影片又分之為8分鐘以上的影片 我的個人頻道來講 我很少影片是超過8分鐘的 大約概略我應該都是 1至 4分鐘之內 因為是跳舞頻道嘛 不太可能有一次機會 跳到8分鐘這麼長 這樣舞者也太厲害了 如果要再從一般影片 這麼嚴格再去區分的話 因為我不是長片類的頻道 我幾乎沒有8分鐘以上 所以對於久妹他所說的 長片區的影片 可能是崩落式的這樣下墜的這個說法 我也沒有辦法說我是很大的體悟 那我只能說 從這個月9月 他就會有很明顯的流量下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全球性都會是這樣子 那我能想到就是 可能 做YouTube的人變多了 但是看YouTube影片的人變少了 或是轉去其他的影音平台 這些因素太多 所以沒有辦法說得到一個最完整的結論 那如果是短影音在這樣成長下去 這個趨勢可能會造成說 許多創作者 長影音開始 不想要製作 那會想要轉型到製作短影音 應該會有一定的這個比重 會開始慢慢偏移 我也開始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要去購物一些 拍短影音的 影片 讓我的 頻道觀眾們觀看 那當然這些也還在構思啊 因為我 認真去想一下 我的影片 雖然是1至4分鐘居多 但是短片區他還是有一個規則 就是說他不能超過60秒 我 拍那麼短的東西 我還沒有想到說 我是不適合拍這樣的東西 所以近期我還是按照我的步驟 按照我們一般拍攝的跳舞頻道 的這個規則 在一般影片 片長8分鐘以下的 素材 我還是會朝 向這個方向 去製作 影片 讓我的粉絲們觀看 也許真的是看YouTube的變少了 那我可能就是很幸運的 在去年成為 盈利YouTuber 如果是換到今年 說不定這個難度就會非常的 巨大 可能現在要當YouTuber 真的好的起點 就是要從短影音開始 因為我認為這個不但是YouTube的趨勢 這個全球 人和觀看者的習慣 也慢慢朝向 看著短影音 說不定在YouTube頻道這個領域裡 在短時間之內 長影片可能就會崩落到沒有什麼想要去製作 而每一位創作者都朝向短影音的 創作道路而前進 至於我們頻道 TWG到底要轉型成 短影音的頻道呢 這個我會再構思看看 當作是一個可能性 因為話都不要說死 這個世界運轉的太快 讓我們這些創作者也不知道 能不能跟上這個世界進步的腳步 這也是TWG 我們下期影片見 Peace 這也是TWG 我們下期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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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